7月28日, Pfizer發佈了最新的數據表示 注射兩者疫苗之後的保護效力至少可以維持6個月的時間 依然可以達到大概90%的高效力 但6個月之後就會開始逐漸減退 需要注射第三針,保持針 並且會指出第三針有強勁對抗Delta變種病毒有效的抵抗效用 而總統拜登今天宣布了 所有聯邦員工都需要接種新冠疫苗 否則就要接受病毒檢測 保持防疫距離,並且佩戴口罩 但他確認目前美國還不需要注射第三針 製藥廠輝瑞公司7月28日表示 第三劑加強針疫苗針對Delta變種病毒有強勁的抵抗效用 參與實驗的23位18至55歲成年人 在接種後抗體水平大增5倍 65歲至85歲注射第三針的長者群體 抗體升幅最大,被打完第二針後翻了11倍 針對原有毒株和南非發現的β變種也有顯著效力 同一日公布的輝瑞新冠疫苗效力報告 收集全球超過4.4萬名志願者的實驗數據 證明注射第二劑輝瑞疫苗半年之後的效力開始減退 有效率在一個星期到兩個月內達到最高的96% 4-6個月之後就會跌到83.7% 期間第五和第六個月的效力下降得最快 每個月平均跌6% 今年1月輝瑞和Beyondtech共同研發的新冠疫苗獲得美國FDA緊急授權 首批民眾陸續撕打,至今已經超過6個月 到達輝瑞所說的效力減退期 近期也出現了更多的突破案例 以色列早前公布感染數據 在國內Delta變種成為主流病毒的地區內 注射兩劑輝瑞新冠疫苗之後的保護效力只有39% 但能夠88%避免住院 抵擋重症的有效率也達到91% 而昨天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 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以色列國內醫護人員中 有將近3%依然感染了病毒 雖然大部分症狀輕微 而且沒有人住院 但其中有19%在感染6個星期之後 依然有長期症狀 包括疲勞、健忘、呼吸短促等 研究分析指出 醫護人員是所有年齡段中疫苗效力最高的群體 但因為接觸病毒的機會更多 所以即使有疫苗保護 破防率比經常居家的長者還要高 這也表明無論何時都要佩戴口罩 注重防疫的重要性 疫苗並不完美 而且同時還有至今為止傳染力最強的Delta變種出現 目前已經佔據全美83%的感染案例 因此民眾都在此持續關注第三針何時開打 路透社報導 以色列衛生部7月28日率先宣布 8月1日將為60歲或以上的人群 提供輝瑞的第三劑加強針 而針對美國 7月初輝瑞公司宣布針對變種病毒研發加強針 並表示為了維持高保護效力 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民眾 在6至12個月後都要注射第三針 公司會盡快在8月向FDA申請緊急授權 而FDA和CDC當時回應 指第三針不應該由公司獨自決定施打 美國民眾目前還不需要接種 不過今個星期CDC也推翻了早前的口罩鬆綁令 所以第三針還未有定論 天黑衛視編輯報導